发掘的越深 发现的谜团就越多 让他们是越挖越糊涂 越挖越摸不着头脑了 怎么回事呢 首先啊 眼前这座古墓 无论是从规模来看 还是从规制来看 都显得极为平庸 毫无特色 一时间专家们竟也看不出来 这一股墓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 古人对于藏俗极为重视 不同朝代 不同民族的藏俗呢 都各有特色 眼前这座古墓 却与众不同 普通的都有些离谱了 就好像有人故意在遮掩着什么 其次这座古墓所在的位置 也让人难以理解 不是寻常的泥土区 而是红沙岩区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局势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势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贵族墓实在有些欠强 那么这座古墓到底是不是贵族墓呢 如果是 又为何会修建的如此简陋呢 如果不是 那些罕见的石棺 还有老张捡到的那只玉簪 都不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东西 又该如何解释呢 哎 关于古墓修建的简陋这点呢 夏湘君推测 八成和古墓所在的红沙岩区有关 红沙岩区太过坚硬 考古队要发掘古墓 都得用上电钻一类的工具 古人肯定得费上更大的劲 所以只能简简单单修建了 专家注意到 一块出土的果板上 清晰的写着 谭氏夫人四个字 说明棺墓里面的女师呢 名为谭氏 但是遗憾的是 除此之外 棺中再没有任何关于墓主人身份的信息了 您要说了 既然这座古墓是座贵族墓 那么史书文献当中 肯定会有相关的记载吧 现在呢 又知道古墓的女主人是谭氏 应该能够查出一点子丑银毛来 不瞒您说 专家们也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查到的结果却恰恰相反 专家们 查遍了史书文献 都没有查到一星半点关于古墓的信息 双小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后世没有任何对他的文字记载呢 是史书文献有所遗漏 还是说这座古墓底下埋藏了一些被人刻意掩盖的秘密呢 古墓的确是一座珍贵的贵族墓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就在夏将军满怀期待四处寻找墓主人身份线索的时候 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棺墓里头的尸首竟然自己动了起来 我们开关的时候首先就发现他的被子 已经被当时他虎强脏气脏的那种程度 把他的盖背都隆起来了 完了呢 他到后来呢 他虎强又回溯下去 那么就在被子和虎强之间出现了空气 夏乡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懵了 原本好好的尸首怎么突然间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开始不断的往外瘴气了呢 专家们也都睁到了眼睛 目睹了这无比怪异的一幕 但是怪事并没有就此停住 尸体瘴完气之后 又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腐败了起来 就好像一开始见到的桃树枝一样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整具尸首就已经面目全非了